市長熱情在政王阿南區軍安路六串 事實減水有水下水的系統鋼定進度 並聽出水局鑑布 水後熱市長 水局長 這位議員做回告行長 檢查鋼定進度 各位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我們主幹管旁邊 這個軍安路55項的部分 那我們第一期總共會分成兩個標案來進行 那分別是在管線的部分 分別會在106年來完成管線的布設 大概有3萬多公尺 那另外用戶接管也會超過13000戶以上 那目前我們已經推進了有104米長 那整個四蛙的部分是132處 已經都四蛙完成 那另外就是我們第一期主要 目前先來進行推管 還有接管的部分大概就是海電路左右 這一個區塊 那另外要向各位報告 就是說在軍安路這個主幹管 就是整個系統要接入到處理場 這個主幹管 目前也有遭遇到一個管線 管線的一個困難 就是說我們在細色的時候 發現有抵觸到台電的一個特高壓的部分 那目前農泉公司也 嚴嚴了替代方案 那預計應該是可以來順利來進行 我們這個污水 其實可以替我們改善 譬如我們嘉蘭大陣的污量 除了改善河川的污量之外 也可以對現在我們的撤溝 因為如果沒有做污水 就我們的生活的水水 都放進去撤溝裡面 所以撤溝有時候會炒 甚至是生蟲塘 現在如果這些污水都走進去污水下水道 我們的撤溝正常 如果百分之百接管 撤溝裡面是乾的 除了褲水以外 平常是乾的 所以就比較沒有那種蟲塘 等等的這個問題 對我們周遭的環境衛生 也有很大的這個幫助 如果我這樣聽起來 鋼丁上應該沒問題啦 無論是幾位路線 專業鋼丁的技術 應該說沒問題 派溝中的浪土 看起來你也已經撤溝了 所以想到大的困難 想到大的難關 也已經撤溝了 所以我看後續的鋼丁 應該說 大家這樣聽起來 應該都有信心 時間的時候 可能就是 應該是要用最小施工範圍 對交通的減少充結 第二就是那個安寧 安寧 時間的時候是不是太大聲 是不是有物量 種種 不要讓理長難做人 理長 理長 聽到請問是很開心 但是現在 人家來臨場的時候 可能他就比較難處理 所以我們 大家這個生活最好 第三點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如期 如此完工 如果有什麼事 我相信 我們這裡議會 大家都很輕 幫忙公司 有時候到協調的事 到解決的事 市府最理局 也是一樣 會來協助我們公司 是否就是 我們可以去負擇 既然 我們可以去負擇 是不來的 有討論 但是我們可以去負擇 我們可以去負擇 既然 我們可以去負擇 既然 我們可以去負擇 既然 我們有兩道理 我們可以去負擇